大家好 今天来给葡萄治一下病 这葡萄呀又生病了 看到烂的葡萄了吗 就是这种腐烂病 前几年一直这样 直到去年决定给它治一治 实在治不好那就拔掉了 从去年深秋到今年春天 给它治了几次 确实有效果 看看我七月中修剪葡萄叶的时候 还没有烂的葡萄粒 既然有效就再做一次治疗吧 就是这种有机的硫肥 网上都可以买到 非常简单 拿个筛子 给它这样慢慢的筛上一层 如果想要附着的好的话 可以先喷一层水 这个方法确实还是有效的 不然的话到这个时候呀 往年都已经烂得剩下几个岁了 希望今年这葡萄呀 坚持到最后 也让我尝一尝 到底是如何的美味 撒到叶面和葡萄上一层流粉 确实看起来不太美观 但是 这是治病呀 如果您的葡萄 有类似的这种腐烂病 也可以试一试啊 喜欢我的频道的话 别忘记点赞订阅 谢谢拜拜